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热点追踪 我是林希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1号星期一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 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巴西总统宴并缺席金砖峰会 网友表示 真是时候 菲律宾大选在即 超七成民众厌恶亲共候选人 中共严控军民两用出口 乔治亚万人集会 力挺加入欧盟 巴西总统卢拉10月20日 取消了前往俄罗斯 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行程 据悉 他在家中意外受伤后 医生建议卢拉暂时不要乘坐长途航班 据法广报道 巴西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卢拉原定于当地时间20日下午5点启程 现在将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 参加此次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 负责为卢拉治疗的医院当天发布公告说 卢拉19日在家中发生意外 造成整骨区域受伤而被送入该院 医院建议卢拉避免长途飞行 但在其他方面可以履行正常职责 公告还说 卢拉脑后的整骨区域有一处撕裂伤 巴西是金砖国家集团创始会员国 该组织成立15年来 巴西一直是积极参与者 在2023年8月的金砖峰会上 巴西总统卢拉甚至提出 金砖国家之间应该采用共同货币 呼吁终结美元主导地位 引力成员国之间的投资贸易 这一提议可谓郑重俄罗斯下怀 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 巴西并未跟进西方对俄国的制裁 也不愿提供弹药给乌克兰 卢拉表态 愿意在俄乌之间斡旋停战 并主张两边都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指责欧美军援乌克兰的举动 延长了战时 这种论调类似于中俄的立场 也引发了欧美批评 俄罗斯与巴西有很多利益关系 据南美侨网报道 俄罗斯能源和化肥 是巴西大宗商品采购的目标 2022年 也是在西方对莫斯科制裁期间 巴西人购买的俄罗斯产品总额 为78亿美元 比2021年增加了37% 在对华立场上 卢拉也表现出非常亲近 2021年4月 卢拉访华期间 卢拉向中共官方赠送了一本 亲笔书写的《我的中国梦》 该书记录了卢拉在中共国 多次访问和交流的经历 表达了她对中共发展道路的认同 2022年 卢拉第二次当选总统之后 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共国 这也是卢拉的第五次访华 中共官方称其为老朋友 巴西此次学习 外界认为 江陵即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川峰会失色不少 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网友纷纷表示 是不是不想参加金川国家峰会 不跟邪恶轴心凑热闹了 找个理由 不趟这趟浑水 为日后的建峰使舵留下了余地 感觉她想跳船 谁都不想和俄罗斯一起搭一条快沉的破船 此时不切割 更待何时 巴西总统得了不能坐长途飞机的病 这病可真是善解人意 俄罗斯总统普京 本周即将在喀山主持一场金川国家峰会 并将在俄罗斯境内迎接 20多位新兴经济体的国家领导人 试图以此挑战俄罗斯所称的西方国家的所谓霸权 此次喀山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 就是要推出一套取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 由金川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其金融系统被提出了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这让莫斯科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 遭遇了重大的障碍和困难 金川国家国际支付系统 不仅顺应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去美元化的目标 而且还可以缓解莫斯科被排除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之外的痛苦 其实 此举也正呼应了去年卢拉提出的金川国家间 采用共同货币的做法 但在俄罗斯深受西方制裁的大背景下 卢拉今年缺席金川峰会 被外界分析认为 可能是拒绝在这个敏感议题上表态 实施误者为俊杰 以免被西方连带制裁 俄罗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康拉切夫表示 克里姆林宫主办喀山峰会 目的就是要表明 俄罗斯不仅没有被孤立 而且还有伙伴和盟友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10月21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乌克兰冲突位列入金川国家喀山峰会议程 但与会国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触及这一话题 外界认为普京可能会担心卢拉的缺席会引起示范效应 与会国可能都会担心 在俄乌战争这一敏感议题上做表态 既不想得罪东道主俄罗斯 也不想开罪于西方国家 所以先给与会国吃一颗定心丸 避免战队引起的尴尬 由于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频频爆发冲突 导致双方关系持续紧绷 菲律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 不会在明年5月的期中选举中支持亲中国的候选人 中央社20日报道 民票机构亚洲脉动近日公布9月进行的一份调查 有73%的受访者表示 不会支持亲中候选人 仅有5%表示 可能支持亲中候选人 既于目前尚未决定 这份调查访问了1200名民众 误差值为正负3% 据悉 菲律宾将于明年5月12日举行期中选举 选民将投票选出参议院24席中的12席 众议院全部300多席 地方政府首长和地方议会成员 以及南部没落国自治区议会成员 调查也显示 有79%的受访者信任美国作为国家发展伙伴 50%信任日本 信任加拿大与澳洲的受访者也都超过40% 仅有1%信任中共国 菲律宾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长麦希特发表声明指出 许多菲律宾人认为中共在西菲律宾海的行为直接挑战非国主权 危害国家利益 麦希特警告 一旦亲中候选人当选 将为非国带来重大风险 因为他们的政策可能损害菲律宾领土完整以及经济利益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在Apps平台发文指出 民调结果反映 小马克市政府已向菲律宾民众了解到 西菲律宾海议题具有长远战略重要性 抗争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也需要全民共同努力 他呼吁选民 不要把票投给学习中文 只为过年祝贺中共国新春快乐的候选人 10月20日 中共司法部网站刊登新闻稿 标题是司法部商务部负责人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误相出口管制条例答记者问 这也是对日前中共总理李强签署的该法令做出的进一步解读 不具名的负责人表示 制定该条例的总体思路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简单说就是 中共希望既要实现对两用误相出口的有效管制 又要解决当前中共两用误相出口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主要矛盾 以促进合规贸易 根据该条例定义 两用误相是既可用于民用目的 也可用于军事目的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的货物 技术和服务 预计 上述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生效 外界注意到 在习近平思想的指导下 中共军方不仅在借助两用误相技术提升作战能力 当局还出台了半导体以及电动车电池材料的出口限制政策 与此同时 中方企业通过提供包括微电子设备在内的两用误相 使得俄罗斯得以维持对乌克兰战争的武器制造能力 截至目前 中共政府仍忽略俄罗斯朝鲜受到国际制裁的事实 宣称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经济往来是正常贸易 并且否认向俄乌战争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但国际社会针对北京的警惕也日趋升级 黑海国家乔治亚数以万计的民众 10月20日展开挺欧洲集会 几天后 该国将举行国会大选 这被认为是对该国是否能走向民主和加入欧盟的一项关键考验 综合外媒报道 20日当天 数以万计的乔治亚示威人士挥舞欧盟旗帜和乔治亚国旗 并且高举协有 乔治亚选择欧盟等部条 在首都特比利西五个不同方向展开游行 最后聚集市中心的自由广场 群众高唱国歌 以及乔治亚歌词的欧盟之歌欢乐颂 亲西方总统佐拉比契维利与政府针锋相对 他参加这场集会时说 展现出乔治亚已然胜利 将与欧洲重新进行整合 他并且向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喊话说 你也是在为乔治亚奋战 你将胜利 我们会一起进入欧洲联盟 据悉 乔治亚去年才正式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 但因执政党乔治亚之梦 一贯被指控的威权主义倾向 其加入欧盟之路一度受阻 但在本月26日 其将遭遇史无潜例的亲西方反对势力的竞争 乔治亚今年稍早通过争议的境外影响立法后 乔治亚加入欧盟之路 遭到布鲁塞尔冻结 批评者称 该法模仿俄罗斯法律 扼杀公民社会的异议言论 上述立法工作 曾引发长达数周的大规模街头抗议 并促使华盛顿对数十位乔治亚官员实施制裁 民调显示 反对阵营26日 很可能得到组成联合政府所需的足够选票 取代亿万富豪艾万尼斯维利掌控的执政党 但分析家警告 乔治亚之梦可能试图采取措施 不顾大选结果而保住权力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同 randomly 订阅您的支持 听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据食